一点东西给子女 可是现在看起来 钱似乎不是最好的东西 我请教一下 你看过 因为一定很多人 很多有钱人 请你帮他去做一些 所谓的资产的一些规划分配 你现在整个再回过头来看 究竟不管有钱没钱的 如何去分配自己身后的遗产 会是最好的方式 OK 我想如果从实务上来看 有两种最大的不同 一个就是合法的节税 你有一种就是违法的逃税 我想很多不管是南部地主 或者是属于在全球 都有配置财产的 他们都会常做一个 不用人家教的就是隐藏财产 比如说把不动产 现金放在人头名下 人头可能是你信任的员工 亲戚朋友等等 这是一种隐藏 或者是说你去买海外的保单 去转投资海外 把财产通通隐藏到海外去 这也是一种隐藏 隐藏基本上是一种 非法的 可能很多民众对这个界限 不是那么清楚 这是一个 我们如果要谈要谈 合法的节税 大部分人大概怎么做 一般刚才就是 献哥有提到保险 保险的话 因为它在遗产税里面 是不用科这个税的 所以有不少的人 在往生之前 也许我有现金很多 都要科税 如果拿来买遗产 对不起 拿来买保险 买保险的几户就不用科遗产税 可是很多人可能有一个 有一些瑕疵没有抓好 比如说 平常不买保险 快要往生的时候 赶快把4000万来买一个保单 保险几户只赔3800万 一看这种保险 根本不具保障的目的 所以像这一种 快要往生才买的保险 或是说拿保单来 直押借款的 这种保险 对我们国税局来讲 不承认它的结税效果 但是一般人正常的话 平常都买保险是 有达到这个效果 在第二个常见的 就是不动产 我们都知道 不动产的话 它的市价 通常比较高 它的法定价值 法定价值 就是土地的公告限值 房屋的评定价值 通常比较低 所以很可能 一个房子跟土地 它的法定价值 只有市价的一半 你想想看 假设有3000万的现金 用3000万要去磕遗产税 可是如果3000万的现金 去买一个不动产 那可能用法定价值 就只剩下1500万 磕遗产税 那这中间一落差 就是一半 可是我们大概 合法的结税 我们可以多谈 但是非法的逃税 就是提醒大家 被我们抓到还要罚款 所以真的得不偿失 你刚刚有谈到保单的部分 我会有一个confuse 就是说 譬如说我自己 也许我如果很有钱 然后我又想避免 这个遗证税的部分 那我是不是在生前 买了一个4000万的保单 也就是说我花4000万 如果我过世之后 他会还给我的女儿 4000万 这中间都不扣税 对 没有错 可是你要合理 什么叫合理 你要想想看 我们保险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它是要集合大家 小小的支出 去保障那个不幸的意外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买保险的时候 不会快往生的时候才买 被宣告什么病危的时候才买 也不会一下子就去而蹲缴保单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如果有一个人往生 就是说他在活着的时候 就是可能分个5年10年 买这种合理的保单 我们的国税局是不会找查的 但是最会找查就是说 你的现金突然不见了 明明会死掉了 然后买了高额的保单 少了4000万 结果保单跑出来了 国税局是不认账 不认账 所以还是要扣税 一般来讲 现在国税局 对过市之前三年的一个现金流量 它是在查的 也就是说您刚刚点到的 那个巨额保单 是过去有钱人在国内 在国内的 另外在国外那个部分 你是永远查不到的 在国内那个 唯一可以结税的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 也就是他可能10年前 5年前还是20年前 就每年500万 每年1000万 然后这样缴到20年之后 到那死的时候 可能我缴1亿 那1亿那可以拿回多少 可能1亿0 20万 就一点点的一个利息 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为了要为 这种所谓的遗产税 规避遗产税 而所设的一个结税的 可是我听说国税局 要把这个东西取消 这个东西以后也要扣税不是吗 不见得 因为就可能是有一些 短缴保单 像过去 其实很多的保单的利率 都还有8% 10% 就是说那些很早以前的保单 就是说有些人 他在金融方面的操作很厉害 他可能我一次就买个 3000万 5000万的 这种短缴保单 我一次就缴了 为什么 因为这张保单的利率8% 我看利率是往下降的 所以我觉得 他也当作一种理财的工具 可是也许他刚刚好 也就作为他的一个解税 甚至留给子女的遗产 刚刚另外还有一些部分 是不动产 我举一个例子 其实刚刚我们讲说 国税局可能会查三年内 可是我举一个例子 股是一个很有名的大户 荣安秋 秋仙他在过世之前 他买了松江路的帝国大楼 就是买了几栋大厦 他觉得说 这个办公大楼 是未来投资的趋势 他觉得很赞 所以他就买了一些大楼 可是没多久 其实他也很意外 这个楼交易没多久之后 他突然就过世了 因为他有肝病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他一个非常 就是说其实 我们都知道他很有钱 以他的时间 本来是可以 克很多很高额的遗产税 就他刚好把他很多很多的钱 去买这个商用不动产 所以也就自然的就解税 可是他也真的没有逃税 因为就是一个 和一个很适当的一个财产分配 可是很多有钱人 说实在 像王永勤生前非常的简朴 欠重内斗 然后为了结税用心够费尽心思 为了就是赚那个所谓的 一趴两趴三趴的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在想到说 如果说这么勤俭持家 欠重内斗用心够费 贪那多钱 为了跟政府计较 所谓的税金的问题 留了那么大笔的财产之后 导致于所谓的子孙的这种纷争 到底值不值得 还是说生前我们就把说 我的财产要怎么分配 先把遗嘱写好会比较好 律师您的看法会怎么样 就是生前写遗嘱 还是事后来所谓的 依法律分配 哪一个会对子孙 比较有好处 这个很难讲 其实每个家庭 有不同的状况 但是在实务上面 如果有预力遗嘱的 这样的案例的话 其实对于子孙 在分配遗产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话 如果大家不去 争执遗嘱真伪的话 我想大家比较能够接受 父母亲对于遗嘱的安排 对于遗嘱里面 财产的规划 但是很难讲 我们也看过很多案例 是你有遗嘱 反而大家对于遗嘱的真伪 斤斤计较 我曾经有看过一个案子是 他的子小孩子蛮多的 每一个人 其实都要求父母亲 立一个遗嘱 所以父母亲也不敢 不好意思说 立了四五个遗嘱 不同版本 所以最后当然在法律上面 有他认定有效的方式 但是实际上面 就会造成大家 对于父母亲财产的一个争执 其实不见得是好吃 其实预立遗嘱在台湾 真的是很少人会这样做 在国外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做 像Michael Jackson 就是这样预立遗嘱 我们来看一下自立遗嘱 自己来写自己的遗嘱 当然遗嘱都是自己写的 除了说被伪造这个部分 当然有自书遗嘱的部分 然后另外还有公正遗嘱 还有密封遗嘱 封起来不要让大家看 可是要有两个人以上公正 代笔遗嘱跟口售遗嘱 可是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 还没16岁 或是没有行为能力 这个是不能做遗嘱的部分 换句话说 你已经丧失行为能力的这个人 大概遗嘱是无效的 还有遗嘱一定要用写的 不能用打字的 打字的是无效的 然后落款一定要写说 哪时候立的遗嘱 还有刚刚律师讲说 如果说我有四个子女的话 然后我就写了四个版本的遗嘱 那到底哪一个有效 最后写的那个才有效 我们来看看 遗嘱在台湾到底行得通行不通 遗立遗嘱对于自己 对于子女到底是好还是坏 人总免不了一死 也都希望自己能够无遗憾的好好走 但最近几个豪门征产官司 其实也提醒了大家 身后事最好还是要生前搞定 也就是要预先写个遗嘱 但要注意 如果你要自立遗嘱 可得要自己亲笔写才算数 因为这个跟将来呢 扇写遗嘱的人死亡之后呢 这是是不是他自己所亲自所写呢 这个关于笔记鉴定问题会比较好去认定 如果说您是用电脑来散打的话呢 这个在实物上面有被认定为无效的潜力 但从传统上来说 生前立遗嘱会不会有点触眉头 其实包括圣言法师 生前也要先写下遗嘱交代信徒 不要烧舍粒子要树脏 而书记主教善国喜 更在得知自己得了癌症后 决定要更改遗嘱 要均出自己还有用的器官 是天都给我的一个问题 这个老废物还有点利用价值 所以我就接受了 遗嘱除了可以交代后事 最近也传出有父母亲为了教训不孝子 生前就把财产分配写得清清楚楚 除了是可以确保自己不会年纪大了 没人照顾 也免得子女未来还要为了家